还是因为岁数小不成功 要说这女追男呢真是简单 对吧 不是有人总结过吗 说这个女追男隔层沙 男追女隔个妈 小宝在这部戏里面呢 那是一个盯着户 白富美呢是开发商的女儿 你看这不等于老鼠爱上猫吗 耗子给猫当餐陪你 你搞得像不要命的 甘不得不说呀 这个矮琼琢 和这白富美之间的差异 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咱不比身高 不比财力 咱就随便举个例子 你就比如说 它的这个吃的饭食谱 你就知道差异多大了 比如看 这是白富美一日三餐 你看红烧牛肉 香辣大杂蟹 海鲜龙虾刺身 那你看我呢 我一天的食谱也是 红烧牛肉 香辣大杂蟹海鲜 龙虾刺身 牌的方便面 我的这个心呢 发凉发凉的 你看这 饭桌上啊 有这么大的差异 咱就别的地 咱就不说了 对不对 你就像 咱们正常的小孩 上小学的时候 数数都是这么数的 是吧 来我们一起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对吧 我知道你会数七 但是人家有钱人家 孩子不这么数 人家是这么数的 一 二 三 四 四 四 二 四 四 四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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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你嘲笑我隆起的啤酒肚 我可怜你找不到海洋俱乐部 你可以换台 但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这节目注定是痛苦的流行 路上少不了货带 但那又怎么了 哪怕没有工资 节目也要做下去 我是海洋俱乐部 我为自己代言